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吉达州政府买了一辆市价超过40万令吉的SUV运动休旅车 给吉达大臣沙努西当新官车的这件事最近在网络上疯传 武统吉达州宣传主任更因此批评 沙努西有钱买新的官车 却不愿意解决吉达农业控股职员的薪水问题 针对这件事沙努西昨天也给出了回应 那沙努西承认自己确实是有了一辆新官车 但是他强调自己不是为了要炫富 还说这辆新的官车不过是普通的车子罢了 沙努西解释自己上任以后一直用的 都是前朝州政府留下来的两辆马赛地官车 那偏偏这两辆车外观看起来很好 实际上却一直损坏还经常在中途抛锚 沙努西说要是送厂维修的话 这个零件很贵啊 一次维修就要驾五位数 所以买新的官车更加符合经济效益 而且作为大臣的他行程繁多工作量很大 常常是要到处视察 每个月的车程啊 常常会达到上万公里 需要更加有耐用的官车 新官车不算什么好车 吉他大神沙努西昨天在伊党双西大年区步的摘建月活动上解释 州政府买给他的40万新官车其实并不贵 只不过是普通的车子罢了 沙努西还说 即使要他自己掏钱买两辆同款的车也不成问题 不止如此 只懂得炒作官车客体的话 不如去读幼儿园 安逢对方的手段幼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